李晨近年来在奔跑被兄弟中塑造了憨厚老实的形象被观众称为大黑牛 然而离开了综艺节目 私底下的李晨却不想综艺节目 里面那么的老实 从李晨过去的几段感情经历的新闻来看 就可以看出他一点都不老实 也许会有人感到失望 但是这个可能才是真正的他 李晨于1997年出演电视剧《17岁不哭》而进入演艺圈 刚出道的他显得非常的青涩 外表也是看起来憨厚的年轻偶像 很多圈内人对李晨的评价就是憨厚老实 但是回想到李晨交往的那几个女朋友的类型 没有一个是像会喜欢老实人的 李晨曾出演《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 据说这部剧的情节都是李晨自己亲身经历 而且还融入了自己的个人经历 所以更加有代入感 剧中的这位前女友是一个亲感情的拜金女形象 而里面这位前女友指的就是李小璐 李晨和李小璐早期是男女朋友 他们两个分手也并不是和平分手 通过这部剧来影视前女友 这里看起来就不简单 这样的人能老实到哪里去呢 李晨和张欣宇那段感情 在一起的时候收到了很多的祝福 甚至还有著名的送石头世界 一颗新型的石头 俘获了不少女人心 张欣宇当初还傻乎乎的当做珍宝 但是没想到的是 拥有石头的女人却不知她一个 分手后的两个人 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 李晨也很快就投入到新的感情中 看得出李晨真的是很老实啊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李晨的演技真好 如今的李晨和范冰冰在一起 生活好像安定了许多 但是依照范冰冰这么强势的性格 怎么可能找一个老实人当男朋友 更别说订婚了在一起一辈子了 穿厚的大黑牛 也是很会拿捏范冰冰的内心